清明世界雨纷纷啊,清明过了之后啊,就阳光普照,所以在清明之前,半个月到一个月,很多人会伤风感冒,受伤,不舒服,车祸,所以每年到四月份的时候,很多的交通事故啊,人的意外啊,医院里就特别忙,实际上就跟大量的在一个月之前把那个灵性鬼啊,放出来是有关系的。 所以清明过了之后呢,他们慢慢这个才会进去,但是不要掉以轻心,在四月六号,四月七号左右呢,就像这两天,还会有一点小事情,一般的呢,基本上鬼都收回去了,按照,按照这个,这个,这个,在地府的正法,啊,他们一般的都很听话就走掉了,啊,所以有时候过去碰到很多事情,在清明的时间, 很多鬼在他身上,你放心好了,我不会离开你的,我一定要搞死你,怎么怎么,他没有特别的通行证,他只是在清明出来,那么很多人就吓得了,清明过后,实际上他跑都跑掉了,啊,当然了,如果你真的是命中欠他的,我劝你,还是好好给他念,如果你命中没有欠他的,那你当然无所谓了,对不对啊。 这就是非常感 итоге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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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没有人的区别的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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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